网红波特王近期爆料有十足 台湾网红受到陆方邀请到当地免费旅游拍片 被外界解读为大外宣的一环 导致近期前往中国旅游的网红都被网友质疑收了钱 对此呱急发文职业 虽然无法判断这个资讯的真伪 但过去确实有这种先例 谈成次也被邀请过 但最终拒绝了 他不想拍片拍到一半 突然被要求拿出我是中国人的牌子 不过他认为外界不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猎物 前往中国旅游工作 并不是受到台湾法律禁止的事项 更不是在道德上要被谴责的行为 如果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 随意连接艺人网红到中国旅游的行为 跟指着一个胎记说 这是恶魔的象征有什么不同 贴文底下有网友提出反对的看法 他则认为在还没有做出任何过分的言行之前 大家应该保持宽容的态度 呼吁大家理性看待此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